开超跑着的跟玩摩托的都沉默了 你说它是摩托车吧 哎人家四个轮子 可你要说它是汽车 单排双座还是个把式转向 四处都透露着诡异的摩托车元素 今天再次是粉丝脱稿的车 Angla Disa 一台搭载小牛同款引擎的怪异四轮摩托车 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它的真面目 到底是标新离异 搞创新 还是换汤不换要只改了个外观呢 Angla Disa搭载的确实是小牛同款引擎 只不过爱是从R8上面摘下来的 但功率提升了不止一轻半点 这个我们一会再聊 先说说它这个外观 空气动力约套件设计的很犀利 中网尺寸也很大 所以散热效果爱应的不错 但是这个大灯还有点熟悉 一股很明显的奥迪味 没错正如你所想 这就是R8上的大灯 甚至连尾灯都是R8的 所以大家不得不怀疑 它是不是就是用R8改的呢 它又更离谱的是 这车的轴距跟R8都一样 具体参数我就不再赘述了 关键是我也没有要说的必要了 这跟破案还没啥区别了 那这车除了外观和驾驶方式以外 动力到底提升了多少呢 这颗5.2升自然吸气引擎 在R8上可以输出大约570匹马力 Performance quadro大约有620匹 而Angladesa据官方介绍 拥有超1100匹马力 急速可达350公里秒时 0百提速只有2.5秒 听起来好像很惊人 这根本就不像自吸引擎能达到的程度 但还有一个实际功率 更贴近于现实 什么意思呢 现场展出的实际功率只有650匹左右 更接近R8的原厂功率 但650匹也不少了 尤其是减重之后的650匹 远比R8更暴躁 Angladesa目前还处于概念状态 一旦料产售价 很大概率要超过R8 所以它就是超级富豪的大玩具 只不过就这个急速 还有疯狂的提速 驾驶员除了头盔和骑警服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未来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遗产继承纠纷呢 我是急速这是双级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